患者需要这种药 你必须到这里面采 到其他地方买 那买到 万一是用神秘去换了一个 另外一个神 更多的神秘也可以指在这个 再去做 这个中医不顾生命危险 跋山涉水 只为一位能救人草药 杨贵星是来自湖南的一名苗医 生活在湘西凤凰山的他 经常与这山间的植株打交道 最近杨贵星接待了一位患者 在诊治的过程中 他发现患者的药方中 还差一位关键的药材 而这位药材就生长在 这座巍峨壮观的凤凰山 为了患者的健康 杨贵星带着自己的徒弟 项玉萍背上竹篓 在凤凰深山中 当起了一名采药人 凤凰山陡峭险峻 而师徒俩人踩着一双简单的布鞋 拿着镰刀就爬到了大山深处 可这里并不是目的地 要找到药材 他们还要蹚过这片小溪 于是师徒脱掉鞋子 卷起裤腿 就向河中走去 河的对面是悬崖峭壁 为了安全起见 杨贵星在腰间拴了一根麻绳 一只手握紧绳索 一只手在植株中寻找 很快他们就有了发现 只见杨贵星一手拽着绳索 另一只手小心翼翼采摘下 这位来之不易的草药 一仰手就丢入自己后背的竹篓中 画面上的植株就是他们要找的草药 血三漆 找到药材 师徒俩片刻不停地赶回了家中 因为他们要尽快处理药材 以保留药材最好的药型 这个药必须把它清理干净 没有一点杂草混在里面去 不然这个药性就产生处处用了 采药不容易 制药也十分的麻烦 杨贵星对每株药材清洗入药部位的切片尺寸 都有着严格的规定 师徒俩一阵忙活后 可以入药的血三期就制作完成了 杨贵星看着自己辛苦制作的药材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只是为了一味药材 师徒俩人就翻山越岭 跋山涉水 而他们想守护的只是患者们的健康